这上衣啊,STO91,看颜色先啊 我身上的白色 Pastal Yellow Lime Green 这个Baby Pink 再来,Lila Purple加助你身上的 Baby Blue,六个色 对,有六个色啊,这个款式上衣是六个色 OK,Free Size,想要下单打扣和你要的颜色就好了 面料是非常舒服,大弹性的Cotton面料 这一次,你看这个厂家,他这次做了一个中秀的 所以要把该针的部分遮完了,听他小细节啊 所以我们讲这个厂家,他做的衬啊,上衣啊 都是虽然是basic款,可是它是有款式 后面一样,刻意这样子破开 整体他穿起来,他服贴的来看很舒服 然后前面左右两侧,袖子这个part 一样破开来车,OK,一样是破开来车 旁边是这样子有slip的啊,前短后长啊 这一件基本上是前短后长,穿起来 一样是可以tower的到hip的那一个part 我身上的白色,不要忘了白色会痛吗? 基本上对我来讲是不会,只要算发 只要穿这样子浅色系啊,里面内在每串 会裸色系,就不会造成尴尬的问题了,OK 来称一称给你们看啊,修面料是大弹性 很舒服的那个Cotton面料 它衣领这一个part,它是用了这个螺纹的面料,OK 整体穿起来就是完全没有约束感就对了 可以选择答应和不答应的那样问题,OK 我身上穿的是白色 对,OK,颜色又不是给你们选啊 早就这样子比较属于,上围这个是可以当100颜色啊 那么如果你的上围是100颜色,穿上去啊 那我们是有预留空间的原因啊 穿的细细是不会累,不会压熊啊 然后就说,呃,上身非常的舒服啊 面料弹力非常大,也有耶稣感 所以就这一期,你找到这种属于比较 啊,把,应该讲是属于一个中式的Messic Cotton Tea 然后说,想还可以折到臀部的,呃,这一个part 也是这一期的唯一的一个啊 写色的颜色,有我身上一个圣蓝色,OK 喜欢的话啊,这种面料我们常讲,你会穿了,又再穿 啊,因为,为什么呢,就是上身非常的舒服啊 所以说,如果说这一,呃,尤其是我大Size的顾客 因为这个常常,常常可能做它是上位置 大概是一个98-100颜色 就是104,所以说XL的部分是可以的哦 啊,一样,这个是下单打Cord Color啊,OK 看的意思啊,穿在我身上表面,然后绳绳有这么多空间 然后防止弹力非常大,很舒服,大弹力的面料,OK 然后是水的中式,最深的是处理身上的 对,所以说,把盖子的都遮完了,好 我们一样,衬当了同样的裤子,同样的上衣啊 我现在身上穿的是light purple,OK 所以说,紫色啊,主播身上真的是紫色 想要穿的比较梦幻,然后带女人味的话 不想穿粉的话,可以考虑带走我身上的纸 就像他讲的,比较少有啊,OK 这个厂家比较少有,这样子oversize 然后呢,比较,就是说,他用这个面料加上 最重要的是加上这个袖子 因为很多时候,厂家做的是中袖 短袖,还是那种初袖的那种蝴蝶袖的那个裁剪 这个是属于一个中袖的那个长度的 就是把盖子的部分都遮完了,长度有在那一边 然后旁边就算你不答应啊,是有款式的啊 就是你看旁边这边是有个小开长,后面是比较长 称牛仔裤肯定没有问题,称短的,称长的都可以 待会我一称一个长的牛仔裤 今天的新的款式给你们看,我身上的这一个纸,OK 我去换黄色给你们看,我基本上喜欢这个黄呢 它是淡淡的黄的,前选 很浓的黄色,所以说,这个款式就是除了这里身上这个色啊 其他的颜色都是属于比较柔,然后是属于 看起来是很,就是说很干净的那种感觉啊,带出来 所以说,就我身上这个颜色啊,深蓝色啊 它是六个水面比较深的颜色,当然你说要显瘦的话 肯定是不是是我身上的这个色 可是这款式呢,畢竟它的版型是比较宽大的嘛 虽然是说浅色都好啦,所以你穿上去还是会显瘦的 就是因为,它盖着的都遮完了,所以颜色方面 不知怎么入手的,你们可以等我穿完的时候的颜色 就是在决定买一个颜色,你看很舒服啊 这个面料,你穿上去,你会一直想摸自己 会冷咧? 会冷哦,然后会下雨哦 那边很舒服,就是冷冷凉爽的面料就对了 所以说,不要错过它,因为它基本上这样子的会比较少有 所以说,早着的话不要错过,可以直接带走几个色 因为面料整大副的每一大副面料,它也要收你一个59的颜色 你看,黄色显白的来比较出彩,相比白色,OK 想要显白,想要比较出彩的颜色,可以考虑带走我身上这个pastel yellow 它是淡淡的黄啊,OK 所以说,要比较出彩的颜色,就主播身上比较好 对啊,如果你想要显白,觉得白色很难照顾的话,带走这个黄吧 它不是那种银帮黄啊,它就是淡淡的那个黄,pastel yellow 鲜白的来,它比较出彩,整个面料是很舒服的 cutter面料来讲啊,这个厂家它用的这个cutter面料 很常都是用这一个,然后穿起来就是很舒服 它不会贴身体啊,它不会粘身体的就对了 还有助理每次讲啊,你放去洗衣机啊,它不会走行啊 这个版型,你知道这个面料,因为我和助理自己本身啊 有很多这个厂家,这个面料的商品,OK 啊,我身上的这个是presso yellow 来,我先换一下 所以说,谁带着黄色的啦,我记得你们穿起来比较时尚的话 可能底下半身可以搭个白色的布置 这样子搭发,你会看起来比较明亮,比较干净的感觉 所以说,如果说这一期你叫我推荐,我反而会觉得,哎,我会想要带着黄色 因为它就是柔的来,它不是那种荧光黄,就是非常非常柔的那个颜色 然后就是说,整看起来就非常会显白,它会带着显白的效果来 你说这个啊,黄色啊,该非常柔的浅黄色 还有盖主角就是穿了紫色,然后大为还有一个是粉色,OK 可能就是粉跟子,你们可以来个二选一 那么你要是说,看起来比较有进入活力的选择黄或者是轻的两个色 解说,就是我身上的这个蓝色 那么还有一个是属于它的基础色 白的 要大牛仔,它肯定要带着白色 所以说,不要做这款式啊,我也是会自留 只是说,哎,黄色,对,我就直接带着黄色吧 因为这款式我很喜欢那个黄色 我觉得当然,叫Tang的牛仔扣哈 这个牛仔扣也是纯性的款式 要找Tang的牛仔扣的不要走开 对,这个是Moss & Core的,OK 对,你讲的对 很舒服啊,非常的舒服 来,主角现在身上穿青色啊 所以说,你要看起来比较清爽的感觉啊 清爽的感觉,也带着主角身上的这个 对比较浅的青色 OK,我身上的这个是Langway 也应该这么说啦 6个色里面最特出的颜色会是这个色 怎么搭短裤,搭长裤都搭得到 平常买了在家休闲床,肯定没有问题 就算你秤到我这一套啊,这样子的 你平常去学小孩子放学 上学下放学啊,都没有问题 不会说穿起来很slake gay的 所以我们讲这个厂家的 它的这种basic的T 简单得来,它是有小细节在那一边 OK,我身上的Langway 你来接受,我去帮你配它 呃,baby配给你们看 所以说颜色方面啊 OK,不知道怎么入手的 可以带回我们帮带来 做一次给你一个二选一啊 毕竟很难取舍啊 确实有些难取舍 因为有些颜色又很喜欢 可是又6个色嘛 又没有可能说包到完 除非说你平时在家 365天都找到你款式 你可以选择保舍哈 就离你的短裤啊 超大小的 就离你的短裤啊 来,整体想要穿起来比较Ladies的肯定是这个baby pink啊 OK,它不是那种 它这个粉啊,不挑年龄穿啊 它就是那种灰粉灰粉这样子 所以说啊,也是啊 主播身上现在穿了 做一个颜色啊 就是粉色哈 可以粉色 不挑年龄的粉啊 这个是属于的 OK,我身上的baby pink 穿了所有的颜色啦 OK 面料是拖着面料大弹性的 OK 跟着我和旅都是穿着同一个尺码啊 free size 来的啊 像它只要打个很一样的颜色就好了 6个色 怎么取什么颜色呢 哦,我想要穿起来比较Ladies的 可以考虑戴着粉 或者是这个粉粉 对,这两个你们可以二选第一哈 那两个色里面你要比较显白 会是主播身上的这个粉 它比较显白哈 OK,然后再来显白的来 最白搭应该说白搭的颜色 会是白色 如果想要显白 可是又不想带走白 因为觉得白很难照顾 可以考虑戴走这个pastel yellow 我很喜欢这个pastel yellow 浅浅的淡光色 所以说黄跟青可以来一个二选一啊 对啦,这两个也比较 二选一啊 它比较接近的色色 对啦 显瘦面的选拔 要选择的话就是我身上的一个深蓝色 非常非常深的蓝色 因为人家经常觉得好像是黑 不是啦 对 它是非常的深色 所以说你们可以这样子二选一 你们必定六个色 其实基本上 cob Class입니다 会尝试用这个面料 一个很舒服 加上你把手洗衣机 他看得到不会跑行 他讲 Fazios想要换新衣 然后他就说 当你爆晒的话,你的颜色一定会变色,是正常 不管你买什么大牌,四位数五位数的话 你当时去爆晒颜色一定会变色 就是说,它好在你怎么洗的话 它的形状会变色,不会像外面一些 可能一些几十块,一百块衣服 你丢去搅个两次,它已经走心了 STO91 小姐,你们的生奶色 STO91价钱是59而已 这一期oversize的就只有这一块 因为厂家很少做这样子比较oversize的 之前我们都Google L和XL后面比较大 都买不到 这一个款式一定是换得到的 没有到我都换下一个款 现在这款式一样是套装 Freesize的套装有展验料 各色深蓝和浅蓝 XM79价钱是129 OK Self 里面是黄色,有的 OK Self 里面是黄色,有的 牛仔面料的套装两个色,深蓝和浅蓝 下单打cord color,不需要打size这个套装 因为它是free size的款式 那么你们平时是XM的话没有问题 平时如果是跟助理的时马的话,穿得到 好,好,好 你不要再次要是跟你的手,你保身 好,好 可以,可以很搭,可以在那里面搭 好,好,好 好,好 好,好